最近这旺旺忠实民调的最新民调一个结果 其实九合一蓝莹惨败的情况之下呢 现在检讨的声音四起 党主席马英九当然首当其冲 虽然内阁已经总辞负责了 不过现在有传言 马总统将会辞去国民党党主席 而最新的民调结果呢 有三成六的受访者认为 马英九 吴敦义应该同时辞去总统 副总统 并且依宪法立刻进行补选 两成四的民众认为是无此必要 至于谁来接任格魁呢 目前彭淮南的呼声是最高的 其实外界这样不断的点名啊 律师陈长文就说 其实呢 马总统回应民意最好的方式 不但是请辞党主席 最好是连总统也一并辞掉 才能够让蓝莹起死回生 总辞这一刻 江一华脸上带着笑 81位阁员排排站来拍毕业找 换门一案将内阁正式进入看守期 江一华任期不到两年 卫副部长江炳黄更是只当了两个月 几乎成了最短命阁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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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谢谢 其人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各位为国家的付出与牺牲 是对得起台湾人民的 拎走前 不忘帮团队加油打气 未来行政院谁接棒 外界点名 现任副院长毛志国 即将卸任的胡志强 立法院长王金平 前内政部长李鸿源 都被传是可能人选 还有党外人选 总裁这是第七集 我还憋着 总裁会讨论接任吗 总会吗 意见一大堆 因为除了行政团队大换血 党务机器也要改革 无多一次副主席被认为 可能角逐党主席保住 立个被看好的事助力 马主席改成朱主席 国民党在我救了 军心动荡一片乱 律师陈长文投书媒体直言 台湾的政治目前是站在马对边 就是站对边 在这个现实下 马总统不可能再做任何事 要马总统辞主席也辞总统 副总统吴敦义也一并走人 合一的选举 人民做了一个很明确的选择 总统主席双持 就是持止的意思 也就是放下是最勇敢的承担 改革怎么走 百年老店国民党面临空前行业 记者综合报